好我们接着讲一下配置 PM2这么作为一个实际上的工具 它肯定是有很多配置项的 对吧 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一些特别核心 特别重要的配置项 特别常用的配置项 到底是怎么配置的 首先我们肯定要建一个PM2的配置文件 这里面的可能比较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包括这个进程数量 日志文件的目录 什么名称等等这一些 但是进程数量 我们这先配上 先让多进程跑起来 至于多进程的这个小简单 我们下一节再说 修改PM2启动命令重启 因为我们有了配置文件了 我们就在启动的时候 就把配置文件的加载上 要不然配置文件写了之后 干什么用呢 再往下就是防御serve 然后检查这个日志文件的内容 这一条是我们现在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日志一定要生效 不生效的话 对线上的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配置文件 来修改这个日志文件的目录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修改是不是生效了 OK 先来大家演示一下 配置文件吧 我们先在这个PM2Test下面 建一个叫做pmr.kfg.json的一个配置文件 它是json格式的 好 然后写之前呢 我们还有一点 我忘了 就是这个 我们在PM2Test里面呢 我要新建一个logs的文件夹 里面呢 我们也建一个叫做 error.log 就是存储错误日志 然后再建一个auth.log这个文件 OK 建完之后呢 这里面就存储日志文件 对吧 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 双击配置文件了 json嘛 就是一个json格式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要写apps apps里面 再写一个对象 叫name name我们之前 name我们之前是有 看一下pmr.list 之前叫app app是默认取的文件名 所以我们这儿 不能叫app了 比如说我们叫一个pmrtestserver 这个名字 当然你可以随便写了 写完之后再去运行 这个内幕就会显示到这个地方 显示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下这个script script就是这个启动的文件 启动的文件呢 我们现在就是app.js 对吧 当然如果是你是用express 或者说con那种环境的话呢 可能是要这么写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这儿 就只有app.js 所以这么写 然后watch watch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写成true watch就是说 我们要监听文件变化 然后自动重启 就像那个nodomore一样 这个地方那个trawfault呢 学习自己的判断 开完环境下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文件 变了之后直接去重启 但是现在环境呢 这个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代码发布完之后 是不是立即要重启 这个事情我觉得 还是要分开了 就是我们把代码发布完之后 上传上去之后 替光了之后 然后我这个重启呢 要去手动进行 我觉得这种事情是 相对来说靠谱一点的 但是我们为了演示这个功能呢 我们为了演示这个 有watch的功能呢 我就生成true 当然你如果自己不需要的 你就生成force 还有一个叫ignore ignorewatch 就是我们要文件变化自动重启 对吧 有哪些我们不需要监听呢 首先这个nodomodules 我们是不需要的 然后这个logs 对吧 nodomodules是安装的一些插件 logs里面是 这两个文件加中的文件 你随便怎么变 变了之后我也不监听 我也不管 这个不应该重启 然后后面加一个instances instances等于4 等于4 这个呢 我觉得可以先不写 我们在下一节讲 那个多进程的时候再写 我们就先不写 我们先不写吧 反正就是它是设置多进程的 然后下一节讲多进程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补充进来 然后再写errorfile errorfile就是凑制 凑制我们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logs 然后error.log这个文件下面 然后outfile outfile就是concel.log答应的 我们放在logs outfile.log 这个文件下面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之前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说过 看一下pmr.info.tpp 如果你不配置的话 它这个配置文件 会默认放在这个地方 对吧 就是这个错误日志 和这个自定日志 会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有可能不是 我们想要放置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 就在配置文件里面呢 我们自己定义 我们这个错误日志 和这个输出日志 放在什么地方 还有一个叫logdatesformat logdatesformat 就是我们日志中的 每一行都要标记一个时间 时间对于日志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对吧 你不知道这条日志 是什么时候打印的 这个不行 那我们在打印日志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打印日志的时候呢 后面就加了dateTime.no 标志时间 但是你在全站中 去打印日志 不可能说 要求每个人在打印日志的时候 都加个时间戳吧 对吧 这个要求也太过分了 所以说我们就统一加在这 就是每一号日志 我们都加一个时间戳 这个时间戳的格式呢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哈 这是年 年 然后月 天 然后小时 分秒 好 这样的话 每一号日志 都会加一个时间戳 好 这样的话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改一下这个 改一下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我们之前是 pmr start app.js 对吧 那我们就不能这么写 pmr start pmr.kfg.dl json 这么写 这么写的话 这么写的话 这个配置文件 就会生效 好 这样的话 在控制台中 我们去把这个 pmr list 我们去把这个 app停掉 并且删掉 stop app 大家看 stop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变成 这个stop 对吧 然后pmr delete app OK 反正之后就没有了 没有之后 我们再去运行 这个npm run production 这样的话 它就会运行 这条面了 然后就根据 这个pmr.kfg 来运行 对吧 OK 大家看 运行完之后呢 它这个 还是一个进程 因为我们端进程 还没有开始设 然后这个名称 已经改了 pmr.test.store 跟我们设置的 名称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pm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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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名字写上 pmr.info里面 这个error log error log pass 和autolog pass 就已经变了 变成我们自己 设置的那个 那个文件的目录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去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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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刷新了三遍 刷新了三遍呢 然后我们 看一下这个日志 是不是已经有了 error log autolog 已经有了 对吧 已经有了 大家看日志前面 而且还加了一个时间戳 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一种方式 而且把这个错误日志 和这个输出日志 全部给它分开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 错误日志 去监听一些错误 来去更加完善 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对吧 好 关注它 还有一点 我们看还有一点 是这个watch watch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们 这个地方 这个2改成一个3吧 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刷新一下 OK 这个地方就已经变了3了 对吧 也说明它 坚定了文件名 自动重启 这个是已经实现了 我们并没有 手动重启 OK 这就是 pml的一个 常用的一个 配置的问题 好 我们总结一下 技能守护 我们是把这个 配置文件和技能守护 当作一节来总结了 技能守护的 这个意思 大家要明白 就是我们 如果出现了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错误 谁都不可能避免 不能说你是一个 好程序员 你就不说错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怎么去 尽量的去维护 成绩的稳定性 如果出现错误 我们技能就会重启 技能就会自动重启 而且不用手动管 自动重启 并且记录 那个错误日志 这就是pmr 进程守护的一个核心的实验方式 然后以及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我们这儿 写了基本的常文的配置 比如说进程数量 日志文件目录 最主要是这个 进程数量 这个这也就不想写 但是我觉得 放在下一节写 更加好一些 所以说 这个地方主要是 这个日志文件的目录 以及这个 把本来应该输入在 控制台的日志 输出到了文件中 这样可以得以保存 可以让我们分析错误 对吧 OK 那本节介绍完之后 我们下一节就开始 讲进程数量的 这个问题 以及我们讲一下 多进程的一些 核心价值 我们为什么要实现多进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